股票投资让你伤脑筋吗?想要学习投资一技之长吗?欢迎收听股海飞扬 哈喽大家午安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股海飞扬啊我是子洋 那么今天呢呃大家可能很意外说哎昨天晚上美国股市又跌了 那为什么台北股的今天直接开高上去直接涨了主要原因就是昨天是meta的一个财报 它可能又低于预期了表现不佳所以照旧美国股市meta领跌大家都修正就再一次收黑 可是你要知道是昨天的美国的一个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它的修正下来了拉回了11个基点拉回11个基点来到4.85% 所以代表什么?其实应该是利多了 那应该是利多之外那你说因为财报企业财报会影响指数我也可以接受 可是问题是在盘后 英特尔还有这个亚马逊所公布的财报是利多 所以在盘后我们又看到说 哎,Amazon跟这个英特尔盘后股价大涨 然后呢你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又滑了11个基点下来 那代表其实你应该是利多了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已经在提前反应 Intel加这个Amazon它的一个利多 然后在提已经开始提前去反应 这个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已经下来了11个基点来到4.85% 所以代表今天晚上美股 收高收涨的机会是蛮高的 可是问题是我台北股市我今天提前去反应的 所以下周今晚美股如何收高如何怎么样 下周台北股市不见得会继续的因为受美股影响 但是整个气氛它是有机会转折上来 所以今天的你领先我先涨 但是下周指数或许我会再停看听一下 但是个股呢各位重点在这边哦 个股不见得会停看听 下周的个股会继续走继续走上去 问题是那什么事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个股在下周它会继续上去 这个就是你要去留意的 那其实了已经有股票在今天就先上来了 那这些标的其实有包含了我提前预告的也好 我们最新带各位在这里这几天大盘下来的时候 提前去卡位的也好 你会发现选股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全面涨停 那什么全面涨停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介绍一个一个一个来讲 我说你要记得操作股票啊 你一定要记得就是你要一个一个逻辑 好然后呢你不要 等到大盘已经连涨好几天了 或者是个股涨了两三成了 你才对它有兴趣 你要在它准备脱离足底 我常讲竹底很重要竹完底之后要准备要上去的 你逮住它 你就可以从波段起涨位置投放资金下去 一波赚上去 你随随便便又是两成到三成起跳 好那两成到三成起跳 我一百万资金投放在一个在一个竹底之后准备转着上去的相关的个股上面的话 那我轻轻松松我一档标记我可以赚二三十万一百万资金的小额投资朋友哦 我一档我就可以赚二三十万了 对不对 那你说那我那我资金比较大那资金大那更不用讲了吗 两三成你你资金以你的资金你继续算吗 一档股票我给你两三成 你一档股票可以赚多少 好那利用这种做法 而且我说了我没有要你一次买很多档 其实在我们团队的成员呢 我都会告诉他们我们尽量把资金去集中 尤其是小额投资人 你资金本来就不多了 然后你又把它分散到我要做五档我要做八档我要做怎么样 那其实根本我觉得出 那根本就是代表说其实你对于你要操作的每一档标的你都不确定 那不不确定的所以你不敢买多不敢集中操作 所以我说我们给你的标的是足底完之后 基本面筹码面都确认了之后 我们才提前告诉你赶快去布局的 我们是确认的 既然是确定的 为什么你不能集中资金去操作 尤其你资金不多的人 你更要更要去懂得这个道理 你一百万资金虽然不多 可是我一档就让你赚二三十万 那你累积的速度是不是很快 对不对 那说老师我过去赔了三十万 我过去赔了五十万 我想要拿回来 我跟你讲很简单 你如果只赔二三十万几十万 要拿回来很简单 一档有时候就成功了 那你说老师我赔了几百万 那没关系 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 一档一档累积 一样拿得回来 关键在哪里 你的做法改变了 关键在你买股票的方式 不一样了 好 我们现在赶快来讲个股 个股很重要 你怎么挑 为什么我的股票今天涨停 第一个来 3530的金像光 今天涨停 然后这是我给我客户的 恭喜涨停的讯息 恭喜涨停 3530的金像光 那金像光 它其实 其实它的股价 从K线 我们先来看K线的话 进一年半的大底 这个就是我讲的 我们要去找的是 足底之后 准备上去的 那我既然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足底了 我一上去 我只涨个5% 10%吗 不太可能啦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要做足底的 好处很多 足底代表说 我经过一段时间沉淀之后 我筹码是干净的 我没有很多人在里面掐缴获 筹码是很干净的 筹码干净之外呢 另外一个就是 你既然能够花一年半的时间 足底 那对保重你背后这家企业 你的营运状态 似乎已经跟伴随的股价的现行来看 似乎营运状态 也是打底过后 转机上来的 所以筹码上面符合了筹码沉淀的主底 然后呢 你营运公司 我讲过你 你挑股票 做股票 你永远记得 基本面绝对是首要条件 我们不要去做那个什么投机 就是炒作的 我们不要碰 主力色彩很重的 我们不要去碰那种东西 该我们赚的钱 实实在在的赚这种钱就好 有些那个炒作的啦 主力色彩重的 拜托各位不要碰 不要去贪那个 最后你绝对是亏损的 主力不会让你赚钱的 相信我 到最后他已经到货出货的 所以相信各位 我们名门正派的操作 该怎么做投资 我们就这样做 主底完 搭配了 基本面营运上面出现的转机成长的 爆发性 可能要从谷底之后翻扬的 我们把它找到 这种标的一找到 你从波段底部转折 你会准备起涨钱的位置 你投放资金去操作 很轻松 353年金像光 今天涨停板 对不对 指数昨天才破低 今天稍微转折一下涨一下 我就涨停了 那代表什么 那我筹码就是比别人干净吗 我背后有转机吗 对不对 我感测元件 所以CMOS感影像感测器 主要是他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公司的一个产品 那因为重点是 木存 目前的一个库存也去化进尾声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 我在前几天的节目都讲过 要去留意那个库存 进尾声之后 然后又带又迎来新需求的吗 对不对 我库存去化之后 如果我没有新的需求 那没有什么了不起 没有什么想象空间 没有什么成长性 没有什么后续机会 股价不会动 可是如果库存去化了之后 然后呢 我又能够有新的 新的需求进来 我继续出货 那所以代表说 我现在开始库存去化了 营收继续增 新订单又一直进来 我从现在开始到明年 其实真的就是 摆脱谷底上来的 那你摆脱谷底 营运确定要摆脱谷底要上去了 那我股价怎么可能会停在这个地方不动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股价会上去 转折主体玩上去 背后基本面 题材营运状态是关键 所以你说你不了 不去了解 不去认识一家企业的 为了背后的一个营运状态 你不可能抓到标股 你说你要赚涨停板 今天一个金像关 一个涨停板就10%了 对不对 你投放多少资金 你说老师我就100万 100万10%就是10万 再一根涨停两成 就是100万就20万 你说老师我过去赔了四五十万 你可以帮我拿回来吗 可以啊 是不是 对不对 这个就不是在喊口号 你放心 我可以帮你把你失去的几十万获利 可以损或者几百万亏损 我一定可以帮你拿回来 那请问你 你可以帮我拿回来 那你是在喊口号吗 你要怎么帮我拿回来 所以我说你看我的节目 你听我的节目 我让你去了解就是 我们做股票 我们能够赚到钱 我们能够累积财富 我的股票今天涨停 背后原因是什么 建构在我们选股的逻辑跟别人不同 我们不去追那个已经涨了好几天的 我们不去追那个当下最热的 最最大家都在追逐爆量的 我们不做那种股票 我们买的是足底之后准备上去的 赶快投放资金再出奇 买在波段的起涨位置 所以你安全 安全之外呢 又能够寻求大获利 如果你已经涨一大段了 你再去追 第一个不安全 第二个你要再寻求更大的获利 机率秒满 机率就低了 所以要怎么做 对你最有利 对客户最有利 就是这样做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做法 其实我们建构 建构在这样做法之下 我们都屡屡拿到一个波段 一个波段的获利 金像光今天涨停板 这是其中一档而已 再来 大阪今天稍微转折一下 来 这些我早就跟各位报告过 我们有一档股票是迷你联发科 迷你联发科 今天我跟你公开 它就是3094的连结 来 涨停板 这个是我们今天恭喜会员涨停的讯息 今天涨停 金像光涨停 连结迷你联发科也涨停 迷你联发科之前我就讲过了 3094连结 它也是近两年的底部形态 足底两年 你会发现都是一样 我都挑着足底完之后给你 你买在底部足底的尾身 我不是说我今天买完之后 继续足底 继续足了六个月 继续足底一年才上去 你早就卖掉了 对不对 那个就那个代表我没有本事 可是问自己你有真本事的话 你应该要挑 你应该能够从基本面看就看到一家公司的契机 成长性出来了 或者是脱离谷底 或者转机出来了 我就我们再去看他的一个筹码现行上面 进入早就已经进入足底一段时间之后 准备 准备转折的 那我们就可以在那个时机点 那个timing 投放资金 抓到 扑断期长位置 所以金像光如此 今天涨停 3090连结 我们的迷你联发科也是如此 今天涨停 联发这个连结 两年的大的底部成型 主体两年 那也是受惠到这个 这个AI AI的一个需求带动 需求成长 这些我都讲过了 那再来第三个呢 连结涨停的 迷你联发科涨停 那第三呢 第三就是这个题材 其实他一直都在 但是因为他之前有涨了一段时间之后 进入好几个月的休息 主体重新重新酝酿 没有人在看他了 可是呢 我说我们做我们从交易员出生 我们不会每天在看那个今天大涨的 我已经讲过 如果你每天都看那个今天大涨的 你永远都是都是追逐那个爆量大涨的 你要看别人没有注意的 可是问题是你知道 他基本面上边已经出现转机成长 订单都进来了 好那新一阶段公式渴望展开了 那主体超几个月了 进尾声了 去布局这个标的 今天涨停来 6752的瑞阳 675的瑞阳 我们恭喜涨停的讯息在这边 我说我有做 我带会员我们有做才讲 没有做的股票我是不会讲 我今天不会拿一张股票给你涨停板 跟你说你看这个涨停 然后呢 其实我根本没有带会员操作 我们不做这种事情 我说我有做 我就讲 做不到的我不会给你乱吹嘘 那没有做的我根本不会去提 OK 瑞阳涨停来 瑞阳涨停 我认瑞阳是什么题材 我相信你有你有有有在股市 你超过有sense都知道 前一阵子在炒这个探权嘛 对不对 好 那瑞阳他探盘查的平台啊 探盘查平台的受贿概念股 那你去看他最近的营收也上来了 代表什么 其实探盘查里面你挑几档标的你会发现其实真的有实质受贿营收有明显增加的贡献进来的其中首选就是675的瑞阳啊然后那AI的财报系统的的一个的一个啊获到这个我们知道啊公股银行的一个一个使用啊营运持续抗争所以你去看他的现行我们现在我现在我现在锁边我没有办法你看让你看到现行啊瑞阳也是营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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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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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前股价还在起起伏伏的 如果已经飙上去了 那不用讲了 这些已经飙上去涨停的 那不用讲 那绝对不是要给新朋友的 新朋友现在 听众朋友 你现在想要来跟进的最新的标的 我认为应该买什么样的标的 足底丸 营运股底要上来的 策略逻辑是一样的 那还有比较标的吗 那股价不要太高好不好 好股价不要太高 人人都可以方便进出买卖 而且成交量要够 对不对 那有一档标的 来 有一档标的 我有准备他的一些资料 但是因为资料 我不能够讲太多 因为我只能透露几个重点而已 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 我先从最近的筹码变化 外资对他的看法 你去评估 背后的真实意义是什么 这家公司在最近你看到台北股市 尤其是股市指数在修正的时候 外资大卖 外资在大卖台北股市的时候 你会发现奇怪 那为什么外资针对像这家公司是在买超 外资在卖好多股票 指数也下来了 昨天还破低 那这种外资在提提款的阶段 为什么外资却把钱放到这种股票上面 基本面 一定是跟营运状态有关系 外资不会跟你跟你讲什么 有的没有的 外资一切操作看未来基本面 所以他愿意把钱从什么AI 什么大型股 从台积电 从哪里去取款取走 那他为什么拿一些钱 来买了这家企业的股票 虽然他最近 他在大卖的时候 去买超这样公司 你不得不去留意背后的真正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那我只能够提醒你 暗示你 这家公司 他是我们亚洲 不是台湾 是亚洲唯一一家 唯一一家这个专长在SRD 什么是SRD SRD就是这个短距离的无线通讯 短距离的无线通讯 跟所谓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 低杂讯的一个处理 低杂讯的一个降频器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LMB SRD加LMB的一个 全亚洲的一个 唯一的一家专业厂商 所以这个会牵扯到什么 牵扯到卫星通讯 牵扯到很多很多的相关 通讯的相关的东西 那这家公司 我只能提醒点到为止 再讲细节的话 有时候会太明显 所以外资愿意把这个时候 把钱留在这样这样企业上面 背后原因是什么 然后我在暗示你 就是这家企业 它是所谓的一个 全亚洲唯一的专长在这个 SRD跟LMB 低杂讯的一个降频器 跟这个短距离的一个 无线通讯的相关的一个 IC的半导体公司 这样的公司 营运上面 出现转机机会 那股价一样 足底之后 正要进尾声准备上去 那目前在足底尾声 股价在起起伏伏的震荡过程中 就是什么最后要准备喷出的前兆 好那他有量 成交量够 好那股价又不高 低股价量又够 好然后外资也来买超 所以呢 如果你要买进这档标的的 要布局这档标的的 那我说我们会提供给各位机会 那刚好今天是来到周末 下周开始的行情指数 我是认为就是可能就是搭配美股的指稳 今晚我刚才的节目解盘我就讲过了 大盘可能就是持稳 或者向上推 但是在个股 当你指数这样走的时候 个股呢 你看今天我们的金像光涨停 连结涨停 然后呢 这个瑞阳涨停 就你就看得出来了 我们所挑的标的 在行情不加的时候 或许我不太跌 我这小涨小跌 来应付大盘 可是当大盘一直稳 我就喷上去了 我们挑的股票是这样子 那所以下周大盘一直稳的时候呢 继续的向上推的时候 将这个标的 我认为啦 要买就赶快买了 我认为两天之内或三天之内 一定上去 那快的话搞不好礼拜一 一大早十点过后 可能就锁上去了 那我提供 给机会给大家 最后时间一分钟 我们来做一个活动 好不好 你凡是这几天 有看到我的这个视频 或者是你有听我的广播节目 请你 待会的咨询专线 把它播通 第二个方式 或者是加赖 加我的官方的赖群之后呢 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拨电话 拨电话 留下电话 拨电话的公司之后 留下你的联络方式 或者是加赖之后 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那这些新朋友 我们就会在下周一 带你 而且是一大早 专人会带着你 进场买进 要买进最新标的的这档 我叫他飞扬标股 要最新飞扬标股 要进场的 请你现在拨电话 或者加赖 留下你的联络资讯 下周一 我们会有专人通知你买进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 拜拜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现在就加入 叶子洋老师的LINE AT ID 小老鼠YAYA168 小老鼠YAYA168 或拨电话 02-2362-8000 2362-8000 大华国际投顾102年 尽管投顾新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节目中 所推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